分業,分業藍位其實不是只有年度 你可以產品可以地區 就是說以後你要分析的話 像三個藍位你看哪一個為主 你可以就是分別的放在就是報表篩選 和那個列跟藍 反正1、2、3 那順序可以自己調配 不見得一定是針對 一般是針對年度 這個年度的報表 把它可以顯示出來 分業藍位 那另外的話 在那個2010以後的版本 有一個所謂的那個交叉 這個分析篩選器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功能只有2010以後的版本才有 就是舊版本就沒有 所以這邊有特別標註一下 那這個功能的話在哪裡呢 這功能還蠻好用的 比如說我今天呢 除了可以把那個報表篩選 用分業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我可以把那個 這個把它換回來了 年度把它拿掉 上面報表篩選擇先空白 有一個類似功能在哪裡 在那個設計 應該是在選項裡面有一個叫做 插入交叉分析器這個功能 在選項 如果你們新的版本可能在分析吧 分析裡面有沒有一個叫什麼 交叉分析篩選器這個名稱 有沒有 那這個的好處是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功能還蠻好用 如果你欄位數很多的話 它其實有個便利性就是說 按下它之後 它會跳出說 請問一下你要針對哪個欄位 做那個 幫你產生那個所謂的交叉分析器 比如說要針對年度 按確定 特別出來它會跳一個清單有沒有 這個清單 插入交叉分析器 那如果說我今天只要產生年度的話 按確定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它會多出一個面板 這個面板有什麼好處呢 你會發現喔 把它移到旁邊去 它就有點像網頁有沒有 那個網頁裡面那個 可以點選 有沒有這個年度你可以點一下 101它就101 102就102 有點像那個 我們在 點那個網頁 點下去它就自動秀出 如果要把它移除的話 上面有個清除篩選 有沒有 馬上就可以做出你要的結果 所以年度可以擺旁邊 另外的話呢 可以針對什麼 甚至可以 其他部分 假設你要針對其他的產品 其實也可以啦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 一樣 我們可以再插入那個 選項裡面 除了年度之外 產品名稱 還有區域 其實也可以打勾啦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也會產生你要的面板出現 OK 那比如說你要留什麼 比如說 有線電話的趨勢 你會發現它就有有線電話 就是這個地方 可以用面板方法讓你點選就對了 這個功能 你說 我是覺得還蠻好用的 但是 畢竟就是多一個功能 多一個功能 但如果你不要它的話 你可以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選取它 它可以移動 還可以把它直接刪除掉 選取它之後 我記得是直接把它按Delete 按Delete鍵 它就不見了 OK 有點像是多一個這個 但這個功能其實沒有 我是覺得倒也沒關係 所以它是新的版本才有 舊的版本就沒有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可以針對不同的區域 去做篩選 取消的話就上面這個部分 把它Delete掉 所以它這個面板有點像 配合那個篩選 然後這把它打過 可以多一個面板 這個叫交叉 什麼交叉 那個分析篩選器 這蠻長一個名稱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還有哪些功能 其他的話還有更新 更新功能的話 就是說如果你的來源資料變更 但是呢 其實特別注意哦 那個樞紐分析表不會同步哦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呢 比如說我前面的這個資料 有部分資料 像台數好了 這個大哥大的台數 這個台數假設 我今天變更了 比如說本來是2000台 我把它變 假設打錯了 應該是200台的話 你Enter之後 前面的資料變更了 但是這個樞紐分析表 它不會即時的馬上變更哦 如果說你要 去變 兩邊要同步的話 你還必須要 去找到一個功能 叫什麼 選項裡面 這邊有一個叫重新整理有沒有 重新整理哦 如果說前面資料變更哦 後面資料也要跟著變更的話 記得把它重新整理哦 大哥大手機 你會發現 它才會動一下哦 OK 重新整理哦 不然的話 你前面假設動了 後面不會跟著動哦 那以後 結果就不對了 所以如果你動的資料來源 記得哦 在那個篩選器裡面 要重新整理一下 這個功能可能要稍微注意 其他的話就是 還有就是 改變那個摘要方式 那所謂的摘要方式是 我們現在哦 它的預設是加重 那所謂的加重是說哦 它自動幫你把台數加起來 也就是說呢 不同的 呃 大哥大手機啦 在哪一區它全部加 可是你想說 老師我不要那個加重 我今天只是想要賣幾台 呃 對 對 呃 不是 這個 他是幫你加重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不是要加重 我要算幾個 幾個是幾筆交易 可以在這邊講 幾筆的交易紀錄 不是說全部加起來 而是說我要幾筆交易紀錄的話 那我這邊可以怎麼做 特別注意哦 你可以從那個 我們的選項裡面 做一些變更 那幾個方法就是說 你可以點選哦 假設你預設不是要把它加重 而是要算它的比數的話 記得你可以從那個值這邊哦 我的習慣是 直接針對它 那你如果點選它之後的話 它有個什麼 直欄位設定 那假如說我今天 直欄位設定把它點選之後 這邊有個直欄位設定 那你會發現 預設它是都幫你加重起來 就是說加裡面 反正台數它有數字 它就加起來 加重用上就對了 但是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 有幾筆訂單 訂單是說一筆訂單 我不管台數 多跟少 我就是算一筆訂單 一筆訂單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說的 項目個數 項目個數的話 比較像那個什麼 如果你們有之前有學過那個 函數叫count count是算幾個 不是用sum 是count 那你可以嘛 在這個地方摘要方式 可以把它改成項目個數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它只會顯示那個幾筆訂單 比如一筆訂單就是一筆 它是筆數部分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們可以從這個地方 去做欄位的相關設定 可以把加重改成項目 如果你只是要數量的話 那再來的話 最後你想說 那如果我今天我 其他部分的話 我不要那個 顯示的是筆數 我希望它的 顯示這個地方 是顯示百分比 奇怪 你們一直跳著 百分比的話 那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它改成百分比的話 那你可以從那個 一樣的地方 直欄位設定 找到 剛剛是 摘要方式的旁邊這個面板 直的顯示方式 直的顯示方式 預設是無計算 你可以把它改成百分比 因為蠻常是 我希望看到百分比 那你可以把 把這地方改成什麼 總計百分比 按確定之後的話 總計百分比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底下就出現什麼 百分比 如果你今天要的不是 它的台數或加總 你要是百分比的話 比例部分的話 你可以從哪裡 特別說這還蠻重要的 點這邊 直欄位設定 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 所謂的 直的顯示方式 把它改成什麼呢 總計百分比 這個地方 叫做總計百分比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就會出現的是百分比 當然一樣 如果說你將來 要把它恢復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倒回去 一樣在 直的欄位設定 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就把它改成無計算 那直的摘要資訊 恢復到加總 那就把它按確定 它要變加總 那可以從這個地方 直的欄位設定 去做相關的設定 這個還蠻重要 因為一般工作上 蠻常 假設你要顯示的 是不一樣的 的那個方式的話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去做設定 叫做直欄位設定 OK 因為2007以後的版本 應該都差不多 從這邊去可以做 相關的 這個是 試試看